解释第十四章第十九节 那天是就把廉刀涌在地上 受取了地上的葡萄 雕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 没错了 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这一节的经文那种的吹逼 是每一天 都令我废审忘惭 每一天 我都可以说紧张到想哭出来 因为我看到时间 因为我真的知道 2010年会开始有什么发生 2011年会有什么发生 2012年开始有什么发生 因为我们已经踏入 启示录的专利时代 而因为神 打开启示录这个action 打开启示录的解法这个action 这个动作 就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全人类已经要进入启示录时代 因为启示录就是致性所的万子 就是代表了将要进入千禧年之前的七年大灾难的时空 而这个万子当它揭开的时候 就是代表全人类将要去见识这个约柜 就是神童在所代表的祝福和审判的时代 将要进入 就是当我一路看的时候 我一路去知道就是现在我所明白的这个内容就是约柜 我正在明白的这个内容当我说出来的时候世界上是会发生的 所以第四个理由我们预备2012这个筹备刑是我们有历史 以来未试过有任何一篇信息要预备一个筹备刑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拆录了整个过程 而将整个过程当中打完文字 使得我说的每一段的话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未来三年里面这个是会陆续应验的 因为当我预备这套信息的时候 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套信息就是介事录 我这套的信息不是单单是启述的解释 我这套信息就是教会完成了之后的这个约柜 教会完成了之后最后这个大考 就是这个约柜临到的时候 教会究竟能够能够迎见我们的神呢 教会是我们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我们预备与神同住 我们成为神的居所 我们成为神的圣殿 好了 神现在就考考你 究竟神的约柜临到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逃避 退气 甚至是被击杀 还是怎么样呢 所以当我看这套信息的时候 我知道 真的有很大的恩典 当然我也知道 如果我放弃这个责任的话 神打开这个信息 他很容易可以打开给别人 我相信神在这个世界当中 亦有预备其他伟大的这些仆人 如果我不愿意去做这种东西 他分享出来 神可以找其他的仆人去分享 但是这套信息我们分享了三年 到现时我可以说 每一天我都花短钟头计 例如上网去查一下 全球是没有任何其他教会 或者其他任何人 去说我们的这个信息 就算你现在打2012 在网上你都会找到最先列表的 就是我们的信息 你知不知道 但是全球是没有人能够 如我所说 每个人都有些野瓜 每个人都有一个%的对的地方 每个人都找到一些的线索 每个人都找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人 将这些好像Lego的碎片 全部砌完之后 最重要的是 用启示录将它们贯通 然后去理解了神的末后日子 最后的一个时代计划 神最后的一个时代计划 就是让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所有内容 成为一个最后的大效 就是这个 而但是2012信息 就是将启示录 用圣子方式去解释 让人可以进行 知道如何预备 知道那个要求 也最重要的就是 成为神的刀 去审判列国 成为不单只是身父 成为同女 甚至是成为无依人 而事实上这个能够理解 所谓世慕 理解这些时候 理解我们活在这个时代 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已经要求法利出人做的 而事实上他要求教会 去理解这件事 去分享出来 并且示范出来的话 教会完成之后 是示范给同女 同女完成之后 示范给无依人 无依人完成之后 他就会死 而死了之后 三天 他们会复活主耶稣 就跟千万圣者一起来 到最后一起去毁灭撒旦 但是当主耶稣和千万圣者来的时候 千万圣者包括无依人 其实都已经是锻炼过 每一个他们都可以打败到撒旦的 这个就是神用人类历史 去打败撒旦的一个大的锻炼 我记得曾经我们在抹饼的时候 我说到关于撒旦 他说五个恶要 但他说五个恶要之后 神是让人类在撒旦 令他跌倒之后 神选择让打败撒旦的人类 记得我们曾经在抹饼说过 神不是用他自己的天使去打败撒旦 甚至神选择来到这个世界 都以女人的后裔方式来到这个世界去打败撒旦 但是主耶稣的打败撒旦 只不过是成为我们的榜样 因为主耶稣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打败撒旦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以人的身份打败撒旦 圣过罪 完成神的时代计划 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会各都要效法去打败撒旦 但是问题呢 在启示录的时候 就是这个打败撒旦 创世忌神所落下的预言 的大考的时间 每一批 由申父至同女 由同女至无依人 都要做这件事 而启示录根本就是他们 不是他们的提示那么简单 是他们的文章 是他们的说明书 但是虽在就是 很多人都解释不到 很多人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 很多人都直接在里面看不到神的时代 神的心意 神对教会的要求 又或者甚至 教会按部就班 如何向神付上他们信用的责任 这些很多人都没有看得到 而最大问题 不是看不看到的问题 而最大问题就是 神这个计划实在太大 这个计划实在太精湛 这个计划实在 有太多事情 需要去解说和说明 所以当神将这一棒交到我的手 时 我只能够做一件事 就是至少尽可能 我们搞一个 2012的筹备刑 因为里面会牵涉到 我们如何 将全篇讯息的骨幹 赶一次 但因为实际上 真的太辛苦 在那个刑当中 我病到了 所以最后的一天 其实就是告吹的 Kobe Bible 以及全世界 所有人类文明历史 其实都有记载上次的 地劇转移 里面发生 以及Destroyer 来到这个世界的事 Kobe Bible 只是其中一本 其实还有很多本 里面都很清楚记载的内容 是跟Kobe Bible 一样的 虽然它们全部在几千年前 是来自不同的文明 但是记载在同一件事 但在最后 我没办法再说完 只是这一点 但是之前的全部是绿低 而变成了 成为2012筹病人的骨幹 让他们知道 我会讲什么题目 有什么方向 大家预备的心 预备 籌备定 我们如何去讲这些题目的时候 要有那个专业程度 能够将那些东西去讲出来 而事实上 在当时这个Camp里面 我病到了 但其实我都预认 其实我应该是 是没有足够的体能 是可以讲这套讯息 说了半年 我整个感觉到 如果我真的要勉强 这样说半年 应该我都 是真的 我对自己的体能的认识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认识 我真的知道自己 应该会明白究竟的意 如果我 这么勉强 要做这么多的东西 是 我知道我做得到 不过 如果以我这个年纪 这样的要求下 去做的话 不管别人 先接不接受我说的 先不要管这篇讯息 说的时候 别人先珍不珍惜 你不理解到 要付出多少 但起码我自己去做的时候 究竟我做了多久 我其实是自己知道的 但起码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完成了 在神当日呼召我 耶利美书第一章 第六节里面所说的说话 就是在第六节 就是 如我所说 在前几天 他提到 就是 神呼召我 就是 他将要说的话 给了我 既然他将要说的话 给了我 我只能够拼命 去将这些话 说出来 但我有幸 就是这二十几年 去到我现在侍奉 越来越后期的时候 神所给我要说的话 如果当年我知道 原来到最后的神 给我的启示 是说这些话 可以说 我就算有十条命 有一百条命 我都愿意去摆上 去跑到今天的光景 因为实在是 一个太荣幸 一个太大的祝福 我想不到 我能够有机会 有我的口 去将这一套2012的讯息 去分享给你 可以说是有历史上 将会是最荣耀神的一套 信息 也会在历史上 将会 起码是我们 教的历史上 有最多人 因为这一套信息 而得着祝福 解释第十四章 第十九节 那天使 就把廉刀 涌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雕在神 憤怒的大酒炸中 天缺立之心 爱神 奉上我的心 我愿踏上这道路 尽我力为身 要奉献我的光荣 尋求主真人 从不计路远 从不计万千呼唤 从不计万千呼唤 已成爱神 持续到最终一天 冲破路魂